欢迎大家收看声东激西 今天我和Gary请了林月通 Yolanda是团记香港基金的助理研究员 他说的这个题目 我们两个做了很多功课才敢见你 因为跟我们这个Pasto模型的六角形 都真的差不多去了六角形 都齐齐了 是的 比如说一定有政策 Pasto有政策 又有经济 又有社会民生 又有科技 然后一定是图法类有关 然后也牵涉到最后的环境影响 我卖了这么久的关子 不如开估吧 就是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 首先就是文化的发展 第二就是数据的管理 最后就是知识产权的部队 你说是否六个形 全都包了 但是六个角都適合我 不如我再问你 但是你想在哪里 在哪里开始 在哪个国开始 首先大家听到文化数据 都会觉得两个文化和数据 其实好像不能融入 因为文化可能很人民温度 电影和音乐 很难用数据 这种死固 整件事很情感 是的 但是数据就是1234 如何量度呢 特别是文化 1234很多 你问Barry只有0和1 数据只有0 越高级就是0和1 我想给大家一个例子 其实在疫情之下 观众、大众、你和我 其实也看过很多 不同的串流平台 有些N字头 有些D字头 其实有很多款 对 其实那些公司 我会认为 除了它们是内容供应商之外 也是科技公司 对 因为其实 譬如它们选择 什么内容给观众看 或者推荐什么内容给观众 其实后面也需要一些科技的支撑 科技的支撑是透过什么方式 其实就是透过数据 例如说 我看这个电影 我用了多少秒 或者多少秒就点击了 为什么 其实这个很庞大的数据和资料 都是透过一些科技的支撑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些串流平台上的一些图画 就是你点击的时候 有些图画 其实都是个人化的 例如你可能喜欢看矩片 可能它的图画会更多恐怖元素 你喜欢看爱情片 可能它的图画会更多爱情 甜蜜 即是它的剧照 对 就是它推出来说 你去看这个 对 你进去每一个平台 通常都不是看上一次看那些 反正那些你也在看 对 它会有一个推介给你 对 推介的图画 就会因应你过去观赏的数据 嗯 推出些什么给你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片种 譬如说 有些是有恐怖元素的爱情片 也有 是 他可能会注重在恐怖元素 可能我很怕看恐怖的东西 他就说 那我给你爱情的部分 现在是有恐怖加科幻加爱情 对吧 通常电影每一样都有 对吧 于是他就因应你看到什么 连一张剧照 他拿出来的时候 都会想过才推给你 对 对 Vincent 你刚才提到一个 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数据 其实主要分析的是一个观影习惯 或者是文化消费的习惯 是 那这个是其中一类的文化数据 是 我们可以譬如说 在这场演出 究竟有多少人进去 或者这个时段有多少人看 或者是 其实观众在这个地区 是比较喜欢什么口味的内容 是 那另外一种可能会复杂一点 就是说文化的资产 例如什么呢 可以是实体资产 也可以是数把资产 现在特别是很多新兴的内容 NFT等等的新兴内容 都开始兴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想 这些资产如何管理 如何去收集 不同所有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那实体那些可能就会去追索 认为以前传统的一些文化资产 例如在电影资料馆放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素材 都是一种所谓的文化数据 所以有两大类 我会觉得 就是一类就是文化的资产 另外一类就是一些 可能是面向消费者 或者是需求端的一些内容习惯 或者消费习惯 我们再帮观众来清一下这两类的数据 然后再讨论 因为可能不同的数据 需要不同的针对性的政策 是 譬如刚才说面向消费者 就是观赏的 或者香港比较多人关心 就是这场演唱会 还有没有票买 是吧 通常海外观众佔多少 就是本地观众佔多少 大家越来越熟悉的就是 为什么会有一些赞助商 包含一些票 就是因为他也觉得 那里对他来说 商业利益是比较容易去保障 所以他就有一个比例 这个就是所谓 刚才说的第一类的数据 是的 第二类是文化资产的数据 那这些资料是从哪里取得来的 因为那不是票房的数据 也不是你看多久的数据 甚至我知道有些博物馆 它是透过闭路电视 是 知道每一间房间有多少人 是 哪一张画停了多久 是 有些机器 是 去数据所有人 那些都属于消费者的数据 但第二类的数据 其实就更高阶一点 是的 我怎么理解 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例子 其实第二类是比较难的 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 我会觉得在政策层面上 那些跟他有关多一点 那些NFT有些科技 一会儿可以跟Gary聊一下 那这类的数据 他们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是的 其实内地和台湾 还有南韩 其实也有一些政策 当然都会不同 而且大家的一个定位 和重点是会不同的 先讲了内地 而且大家对于文化资产 或者想收集的东西 都会定义有些不同 是 先讲到内地 内地这个也是很近期才出的 去年2021年才出了一个 家文化大数据 是建设的一份文件 其实里面就讲到他想 建设三个资料库 是 三个资料库包括什么呢 譬如一些传统中华文化的标本 或者素材 民族音乐 民族舞蹈 这些内容 就会放在三种不同的素材库里面 在哪里找呢 可能就是一些很传统的文化场所 或者是资料馆 你知道大陆是很多 很多这些场所和资料库 是 就会想把它集中在这三个资料库 其实他是希望把它连去一些 网上平台 或者是一些商家 或者是一些科技的分析平台 就是这样 那将这些资产其实是数码化了 可能最终是放在一个统一的网站上面 或者叫文化专网上面 去让观众或者公众和决策者 可以知道原来在四川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 刚才说的那个概念 就不是纯粹是一些消费者的 观赏消费的资料 而是一个可能是高阶 甚至乎联合国都经常希望推的 就是一个数码的共享资源的概念 就是一个shared assets的概念 是的 因为现在有些东西可以数码化了之后 你就未必需要去到那里那么远 是的 你可以拿到那里的东西在云端 大家就可以一起共用 将那个文化发扬光大 然后有些可能你的知识产权保障 可以透过NFT 即非同執法代币就可以保障了 所以国家已经在搞三大 这些共享资料库 现在大家很多时候会说到的元宇宙 由政府主导去做一些元宇宙的世界 元宇宙的场景 已经用这些相对应的 国家已经认可了的文化资讯 放在里面 亦都会授权一些的单位 你可以供资讯进去 亦都可以买卖资讯 但当然也要经过一个 合情合理合法的过程去做 所以应用场景都已经是 亦都既进去 那你的下游 就看他上游 有多少 是 如果他上游 那三个储水库 是很多内容的 那千军万马 就涌下去了 那国家去年可以做这件事 其实可能我们预计未来的 因为他如果用过五年的概念 其实未来的五年 可能会很快地发展 甚至要更长时间 因为太多东西 太多旁杂的资讯 特别是在内地来说 这么大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 特别是需要十年 我觉得是五年起步 十年起码才能够认出 刚才我都说到 南韩其实也有类似的 一个资料库的数据库 或者是平台 但是他就不会称为 我会觉得他其实是 透过版权这件事 去集齐这么多的资讯 南韩就有一个 叫做Digital Copyright Exchange 中文就是数码交易所 数码的版权方面的交易所 知识产权的交易所 对 其实他在上面 南韩我们都知道 他90年代 已经开始思考文化立国 这个平台也是在 其实2010年代初 那时候已经开始求建 他所做的事就是政府 作为一个connector 是中间人 联系人 其实他首先找了一些公司 例如音乐公司 或者C字头公司 很大型的集团 之后 就会去将他们 所拥有的文化资产 或者内容 版权放在政府建立的平台上 有一个由公家认可的平台 没错 虽然大家放一些很虚的 知识产权的资产在上面 但要是有政府在后面支撑 大家就有一个信任 但是有了这个信任之后 如何衍生经济效益 令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 现在看到韩国的文化影响力 影响世界 但是这个经验 回来继续跟Yolanda谈论 好 今天跟Yolanda讲文化发展 我觉得都真是很开眼 亦都很开窍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就停留在即时销售的数据 当然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亦都可能是 跟商业的有因有最大的关系 但是再往前看 我们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共用的数码资产 政府或者政策的角色 就是能不能做到一些 数码的文化基建 我自己其实觉得 公营广播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你想想想一下 香港电台有多少多少多少 数码资产在里面 对 对 他拿他那些任何一样东西 拿来做NFT 我想不知道做多久 对吧 不知道做多久 但是他是公营机构 所以反过来 就是他里面的东西 其实如果可以释放出来 不单止对全香港 肯定对全中国 以至全世界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刚才你说到 中国已经是 地大密博 在做三大架的 这些文化的数码资产 我觉得已经是 我们可以向国家学习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要做的政策 但你刚才又过去韩国那边 是 是 那他就不只是想 存好一些东西 然后下一步怎么做 他就说 不如想想大家 交易 没错 copyright的交易 是的 就是说知识产权的交易 政府的角色 是作为一个联系人 作为一个保证的一方 具体他们是怎么做的 20年前已经开始发展了 是的 其实Vincent 你刚才也说到一个词 我很喜欢的 就是释放 因为其实 大陆 虽然已经是 在这个初步阶段 集齐这些资源 但其实韩国 已经在进行交易 政府已经在推动 很多不同的 版权方面的贸易 和交接 所以其实 在这个平台 我刚才看到的 那个数码的 版权交易所 其实上面 不单止是 我就这样列入 一个电影的名字 或者是列入一个 可能不知道哪一部 韩团的歌 而是它会很清楚 可能是一个表列的方式 将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哪个 作曲家是哪个 它的名字是多少 它的名字是什么 它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你要用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你要去哪里找 其实它会有一个 关注的方式 给公众 比如说 香港现在 其实有六间 这样的版权 就是它经营的一个机构 其实例如 第一个很出名的 可能就是Cash 就是作曲 作词家协会 其实它的角色 as a collecting society 其实都是向不同的 可能创作者 音乐人 音乐家 去收集他们的一些作品 之后 那些 其实你将你的作品 放入Cash 这个机构 其实就已经授权了 给Cash 给不同的 可能是咖啡店 或者是场地 又或者是一些音乐的短片 去用你的那段音乐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现在很多时候 都还在填表 就是两个月之后 现在是代表了 两个月之后 可以了 我可以用了 你说组织不代表 但是你拍了 放了上网 接着它看起来 就会发现很多 这些情况 对 都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对 传统的做法 就会有很多 现在不必要的问题 会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网上的平台 最主要是什么 其实是想简化 所有的东西 以及就是想保障到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保障到 这个创作者的权利 以及他们的利益 就是 别人用了我的歌 我要得到我自己的钱 就是我要银食 我不可以作出一首歌 让别人盗用 政府其实可以做的 就是在这个把关 以及用一些 比较成熟的科技 例如区块链 去作一个 可能是智能合约的 一个功能 其实说到这一点 台湾正正是 已经在规划 做这个平台 台湾有个 叫做 数位的文化内容机制 推动计划 其实它 就规划在 可能五年以内 它要做到一个 前端是一个文化内容的 授权平台 前端是一个 版权数位资产的 管理系统 两个平台 其实是相互相成的 比如说我有了 Vincent 你写了一本书 我想摆在这个平台上 给人用的 或者给人知道的 甚至是可能影视方 看到想拍成电影 其实这些都是很大的经济考验 是 中间 可能传统来说 你又要找 又要召唤 又要打很多电话 又要填很多表 或者问很多顾问 但有了这个平台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在上面 可以很清楚地列出你的名誓 或者你的状况 之后 你签了一个智能合约之后 这个合约 当然可以透过区块链 在这个管理系统里落孕 其实 台湾怎么会做这个平台 就是有这样的打算 之后 其实整件事就会快了很多 而且透明度高了很多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就是政府的数码基建做深一点 有些就是政府鼓励业界做多一点 其实你觉得 或者在你的研究里面 哪种模式向接触香港 我们应该怎么走下一步 其实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在想 其实是否应该人家这样做 我们就要照抄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跟业界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会反映 其实他会宁愿政府 去做一个enabler的角色 就是他不是现在政府 很多资助 或者很多措施 都是可能一次性 让我解释一下 enabler的意思就是 不要阻止他 最好帮到他 对吗 就是政府通常 就是真的做一个 把关者的角色 他做惯了一个把关者的角色 对吗 于是他会跟你说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做 你打算做 其实有这些危险 这些危险的 我真的打算做 好吧 那我试试帮你把关 有时他把关把得太紧 他怕你被骗 是真的会阻止你的 是 你给一个环境 我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对 你就不要管得太多 而且政府其实真的 他做很多饭 你没可能饭饭都会 这个是我很懂的 这个我很懂的 反而令到 你可以等业界主导 对 因为你做把关者就写法例 你做促进者 你就要做政策 对 法例是相对容易写的 因为什么不行 什么怎么罚 对吗 但你要做政策 就要留很多空间 让别人去试 他们没见过的东西 就会很难写 对 所以我相信 可能世界大区政府 其中一样都要发挥的 就是 你要有想象力 而且你要有包容力 那些东西你真的不懂 就让他试一下 对 那里有什么问题 我立刻来帮忙 那就是一个促进者的角色 对 你的思维要跳出原有的框框 而且现在可能 时代变得这么快 你再用以前那里去做 或者再去资助 再去撥款 一定不行 其实已经不行了 而且过去我们香港 一直在文化创意产业里面 唯人咎病 就是可能创作者 永远都是得到最少利益的人 也没有一个尝尾理论 透过科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譬如早年的你作了一首歌 你卖给唱副公司 他给歌手唱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就可以 在数码的合约里面 我们可以定义 今天我们带给Winson Winson派给第二个朋友也好 作为一个创作者 他还可以做到分析 我想起在22年前 其实就是在说这些 是 就是在说第一代的电子商谋 e-commerce 你去买东西 你不需要再去写给他 是吧 我要这个部件 大家又要去换 一些卖券的条文 我不是在那里下单 然后我可以这个部件 是由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买回来的 现在只不过因为有了 区块链的技术 你就再可以想象空间大一点 而且可以去到虚拟文化的领域 都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就不再说一粒螺丝了 是 就可能说一首歌的 这一句我想用来用又可以 是吧 或者这个中国的 这个图腾我很喜欢 是 拿来结合在一起 就想象空间很大 是 所以你真的不要阻挡他 现在太多接触点 那个状况 是吧 但是有没有什么指引呢 如果一些那么新的东西 政策上应该怎么思考呢 我觉得其实首先要定立了 你做这个东西的意义 和目标是什么 是 例如我做这个东西 你不能这样建一个平台 然后你上去做吧 其实最主要是想有一个产业 或者有一个健康的生态 可以让文化创业是自给自足的 是 不可以只靠政府撥款 或者一次性的资助 是 还有就是 其实一开始第一步 因为香港暂时 虽然有很多不同零税的数据 出到来 譬如毅法局也有数据 民政局也有数据 康民署也有数据 但是其实大家的定义都不同 首先要有一个很统一的标准框架 和定义出来 就是哪些为之文化創意产业 究竟是我们在看什么数据 什么数据交上来 没错 到底数据是否沟通 是的 究竟数据最后是帮助什么 帮助政策的决策 还是帮助民间团体的营运 还是帮助艺团的营运 这些其实所有步骤 都真的要仔细去想清楚 不是说我要做就做吧 还有现在的六个机构 现在现行在做 就是帮助创作者收钱的六个机构 你一定要联系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参与 而且让他们有共同标准 是 你趁这个机会 拉回他们在一起 这样就会令到 凝聚了 是的 这样就有协同效应 这样就会有 synergy 是的 现在我们很多的版权 可以歌曲词 如果大家在不同的场合唱 道理上 你都需要矫交版权 但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有一部分的主办单位 他在搞活动的时候 就会主动去申请 如果没有申请的话 就要由相关的监管机构 或者版权收取方 去主动联络回来 其实这个办法就比较蠢 新的数码世界 我们有很多方法去解决 文化和科技相互结合 可以带来更大的誘因 让我们的艺术家和创作者 为他们的创作 提供到尚美的理论 更长远的收入 但也需要相关的政策局 去支援、支持和整合 希望世界政府 在这方面多价思考 协助我们本地的创作者 可以有长远的利益 不是单纯做完一个创作 可能以后就不关他事了 这样就会阻碍了我们的文化发展